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探访他曾写过的游物生活和乡村风貌 六月上旬的草原深处 风云多变 在谭立波的市集家庭牧场 雨水浇灌的牧草格外鲜美 本想赶羊归卷的主人 无功而返 各东市五百多元 下期桌子将近一千羊 一头羊能卖多少钱呢 基本上去年那个价钱是八百 九百这样高羊 大羊是一千五六这样 房间好 对 我们都感觉自己要很幸福了 以前那个房子就是 这位老爹爪爹的时候是低音子 像他住这房子就觉得清场亮了 他爹的就舒服了 就是早晨起来挺有点女儿娇啦什么的 从这打个大小 那就要切一块 就看着这片花我才配的 我这这块花真好看 跟蓝天好配哦 你的神来呢 孩子们在北京工作 谭立波和爱人通嘎拉嘎和小狗波波 组成新的三口支架 尤其是年轻人要是回到草原 还是有着急 像你们年轻人 在八燕茶干嘎茶牧区 牛羊和马群总在黄昏慢悠悠地回家 九五后新婚夫妇 伊拉拉塔和熬日格勒七七格 三年前不约而同地从城市回到家乡 他们一见钟情 执手开启了以天为盖地为炉的游梦生活 不喜欢城市里的生活 没有焦虑 要是在城市里有房有车的 压力可大了 走吧 参观一下你们的家 你家的猫还在睡着觉 你的电视从哪来呢 太阳呢 那信号呢 信号 这个是有 山上放过一个计划方的机能用我 将行囊装上卡车 几天后 这对小夫妻将带上全部家当和牛羊 踏上一场浩浩荡荡的竹草之旅 六月的高原领风裹着雨丝 在牧羊人的耳边呼啸 各个村庄的迁徙队伍 声势浩大的前往水草肥美的夏营地 至少两天一夜的风餐露宿后 毛发斑驳的牛羊将拥有一个标肥体壮的夏天 而在低海拔的现代化村庄里 我们将看见更为安定的三餐日常 塞汉寒乌拉山脚下的包幕哨绕嘎茶 正是鲍尔吉原野的散文集 流水式的走马中 漂亮的吉布图村 十六年以前咱们这村里的就百分之六七十的火 就是那个四五十瓶 六七十瓶的那个小黑五 现在都改成了庄房 年纪还大 鲍尔吉原野曾被村民邀请参加祭拜敖包 祈祷风调雨顺 这个凹包正是苏和巴特尔在二十四年前主持搭建的 那年是特别寒 牛羊都吃不着草 这个凹包建起来之后 你们就举行了第一次祭拜仪式 对 后来真的下雨了吗 当天就下雨了 这么神奇 如今 人们依旧无法干预雨水的多寡 却可以提高牧草生长的速度 包木哨绕嘎茶的两千多亩集体操场 全托给巴林幼齐牧人养殖专业合作社生产 一台免耕播种机 一天可以播撒五百亩的草籽和肥料 胡四台的道路 泥土芳香 顺着歌声传来的方向 我们在原野父亲的故乡 见到了他的嫂子灯笼和侄子宝刚 这是他在文字里反复提及的亲人 您在家里现在提到什么呢 种地两流五十多 现在农村挺好 年年不一样 雨水好了 有庄稼好了 二十多 有一个二十 那个二十多岁上班的 木拉木齐歌手 镇子的另一边 出自养马世家的青龙 经营着赛马养殖合作社 因为懂马爱马 从青龙手里出去的赛马 总能在比赛中 夺得魁首 村民将马既养在合作社后 也能卖出更高的价钱 而他 每天清晨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骑着马奔向大自然 走马是对撤两条腿一起动 这个血统是脊背着也不断 理解一匹马最好的方式 就是走进他的故乡 我感觉到草原的变化很大 草原的生态环境更好了 还有呢 就是接触年轻人 无论是在镇里 还是在村里 我高兴地看到他们在跟时代一起走 离开故乡三十六年 原野依然在用海藤的目光和笔触 回望并描绘草原的一切 并用二十七年的时间 暂刻蒙古族牧民的生活 我把写草原和写蒙古族牧民 我作为我一个毕生的任务 如果你来到草原之后 你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是苍白无力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